花莲县政府从民国93年开始 推展瑞税温泉都市特定区的计划 而民国96年经过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之后 由花莲县政府委托规划单位来进行规划 去年5月份花莲县政府还召开了计划的说明会 不过这个事先没有经过当地太鲁阁族人同意的规划案 引起红叶村民的不满 因为他们的村落也被纳入这个计划的范围 红叶村民拒绝被划入 不过就在事后的会议记录却发现 并没有把村民的反对意见记录下来 红叶部落村民要求县政府承办单位 前往部落召开说明会 红叶村民一致的反对 拒绝纳入都市计划的范围 要保障部落的土地和水资源的权益 针对花莲县政府规划红叶圈纳入瑞穗温泉特定区计划案 去年10月 袁志明立法委员孔文吉和高金素梅 在内政委员会向银建署代表提出质询 要求红叶村排除在这个都市计划案之外 并且反映给花莲县政府 红叶温泉纳入到瑞穗温泉的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特定区 你们是听县政府的还是听老百姓的 报告委员 这个 这笔经费我全部冻结 在完成新定的程序以外 一定要尊重我们在地的这个 议算书 你们的议算书如果被我查到一毛钱 是你们这里来补助花莲县政府 做瑞穗温泉的风景的都市的规划的话 我跟你讲我全部冻结 而且你这说这个话要负责 所谓的花莲瑞穗的温泉都市计划的特定区计划 要排除红叶村 因为本席手上已经拿到所有红叶村的乡亲联署 每一个人居民联署是不同意所谓的瑞穗温泉开发趋势 包括红叶村 大陆都市计划之后 对这些的土地房子 有没有什么影响的问题 以红叶村来讲 公有土地很少 大陆都市计划 会不会拆去各位房子 会不会要征收各位土地 没有 自从去年的五月 花莲县政府在瑞穗国中 召开瑞穗温泉都市计划说明会之后 参与的红叶村民表达拒绝 纳入这个计划的范围 不过事后的会议记录 并没有记录村民的反对意见 并且要求县政府原因重现 今年的4月10号 在部落召开说明会 建设处吴济市在会中回应村民的疑虑和意见 我对于乡公所所绘整的这张意见表 已经会认表 我做个正面的回应 公共设置我们尽量迁就现况 非外国得以我们不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既然实在就没有征收的问题 整个红叶村没有化住宅区 也没有化商业区 通通化农业区 所谓人头的问题 平常听说 就这个问题 我们也在商老街 我们也在设计 设计一些防范的一些机制 这些我们会想办法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 会对各位的子弟受伤 红叶村民对于建设处无济市的回应 除了表达反对红叶村 纳入瑞穗温泉都市计划之外 对于计划内容 纯有许多淡书的疑虑 并且拒绝县政府承办人员 再度进到部落来召开说明会 你要开花我们本地原住民部落 是不是要先征求 我们原住民部落的同意 农业里面有规定 非不得已但 有影响但 不过这些旁边的单人力 它都可以改变 只要你们同意这个儿子 它里面的大树 后面的一条一条来 那个时候的真修条有那么多 那么少不达我都不达我 如果他们在下方就很喜欢 他们的总体就不达我 你才是关系的 在这些书里的 这样的书里的姓氏 那么多人不达我 这些书里的书里的书里 那些书里的书里的书里 在书里的书里的书里 他说 我们现在还不得了 我只有诉求这两个 这个计划是瑞学文前特定计划 计划说明会 下次你们不要来了 因为这边是瑞学 不是红颜 阿扎欧男娘 你知道喔 阿扎欧孙的沙达蒙 也什么都听话 瑞学文前特定计划期 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计划是在民国93年开始推 到民国96年的时候 经过内政部都市区区区区计划委员会 通过 審议通过之后 才纳到都市计划 并且在当年的6月份 经过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 同意纳入 之后 才由宪政委托规划团队 来进行规划 红颜村季节纳入瑞学文前计划期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担心纳入都市计划以后 像乌来 像谷官 像资本一样 丧失他们原有的尊严 还有土地的那个 权属状态 被其他人或财团 欺骗 丧失掉他们应有主权 红叶村纳入到 瑞瀚文权特定计划区 你们的计划内容是什么 红叶村纳进去 是因为考量到 未来瑞瀚村在发展的时候 红叶村会孤立在那边 所以要把红叶村纳进去 温泉区的开发 要进入万荣乡的门户 是在红叶 那今天红叶没有纳进来的 整个后面万荣乡的资源 这通通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孤岛一样 这边是现在的内温泉嘛 这边都有房子 所以他不会进来这边 他猜到要进来是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瑞瀚村 对 这边是 对 所以要进到万荣乡 这一个门过 这个就是红叶村 红叶村 瑞瀚村在这里 这边都是瑞瀚村 这边才是红叶村 红叶村这边只有三地 他村子是在这里 这红叶国小 这是以后要开的路 那这条路究竟要不要划下去 也还没有定数 新政府把红叶村纳入到瑞瀚温泉计划期 主要的好处是什么 纳入都市计划的话 政府必须要分年分期 有计划去想办法去编列预算去做 而且必须要做 我看他们的诉求是 他红叶村季节纳入瑞瀚温泉特定计划期 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他主要的理由 基本上他是担心说 他原来的所谓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开发的限制 或使用上的限制 他也担心纳入都市计划之后 因为土地的飙涨 导致土地沦为其他财团炒作的东西 使得他的子孙在生活上没有保障 针对村民的优历跟不安 你们县乎怎么回应 我们把村民的优历 把它纳到都市计划书里面 直接白纸黑字写死掉 就针对原住民的土地部分 全部必须要掺着原住民基本法的规定 以及相关的规定 必须依照这个规定来办理 这个计划书有提出一些所谓的联署书 你们幸福的回应是什么 从这些联署书来看 老百姓他并不是说 很坚决的反对瑞瀚温泉区的设定 而是在他们有一些顾虑的情形之下 希望我们能够解说清楚来 他们认为说 从业中纳入到瑞瀚温泉计划设定区里面的话 可能会文化可能会消失 土地也会消失 他们部落的文化也跟着没有了 所以整个全部都是财团所拥有 你针对他们这些优利跟不安 你们幸福的解释是什么 这个优利在我们来讲 是已经是多余的了 因为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资源等等 基本上我们也都是视为 重要的资源和重要的文化 他们从资本温泉 如山温泉的经验 然后纳入到所谓的温泉特定区之后 当地的村民几乎都享受不到那边的利益 几乎都是财团 针对这个问题 他们就会跟着说也担心了 你们幸福怎么回应 我们瑞瀚温泉的规范比较特殊 我们是找所有各地失败的案例 我们找到失败的原因 我们找到失败的问题 然后我们找出 他如何治疗失败的方法 他们有些财团买了土地之后 然后挖到地热水 然后就用小铁皮屋就关起来 我想请教你 有没有这回事 就现阶段已经偷挖的那些水井 或者是那些温泉井之类的东西 他因为他没有具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我想未来我们建设处水利主管单位 还有相关单位 也会去做适当的处置 这个计划弄到都委会去审查 你还要等立法执行吗 我们预计 今年县都委会就要结束 可以的话 甚至我们要拼拼看 看是不是能够上部都委会 现在县都委会正在审查之中 在年底前我们会提到县都市就要委员会的大会审查 花林县政府规划红叶圈纳入瑞穗温泉都市特定区计划案 部落村民对于这个计划的疑虑和不安 建设处济世的回应 似乎只让村民了解未来美丽的蓝图 不过并没有让村民看见纳入都市计划之后真正实际的部落面貌 这个图就是我们拟定瑞穗温泉特定区计划的那个范围 那进到这个是瑞穗香的 进来之后这个就是红叶 红叶圈周边的土地纳入瑞穗温泉都市特定区计划之后 规划为住宅区的农医和不适用都市计划的农三 原来规划红叶圈第二公墓的农二 在都市计划被规划为温泉专用区的农二 目前部落的土地已经开始流失 财团也开始着景滴热水 引起村民对部落水资源滥挖的担忧 当我们经过红叶村之后 它有规划到农一 这个农一 这个就是我们的有住宅期的地方叫农一 这边所谓的农三就是不适用于都市计划期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农二里面规划的 是把我们的第二公墓里面规划在农二 这个也是我们所担心的部分 这边也有已经开花也着景成功的一个水景 还有滴热水已经在动工了 万荣乡民代表会副主席谷明光表示 瑞穗温泉都市计划从96年就已经开始进行 红叶村民直到去年参加说明会之后 才表达反对纳入这个计划案 不过会议记录没有记载村民的反对意见 直到今年4月 村民再度要求县政府承办单位 在部落召开说明会 并且正式列入他们反对联署的意见 我们百分之百人都完全的反对 但是没有原因重现 也没有给县长知道说我们的立场 季节纳入的一个反对的 出名的联署书 联署的人数是443个 联署比例是达到了八成 反对的比例是八成多 赞成的有一成 不知道这个计划书籍 不参拟的有一成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22条就明明 对 知道 针对红叶村 纳入到 瑞瀚文庆特定区吗 是是是 你们村民的反应是什么 我现在村民 大部分是 大概到80%是值得反对的立场来看 看这样一个计划 因为之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当他们在规划的时候 并没有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村民 有这样的规划 他怎么规划 他的方向是怎么走 当初我们都不知道 能够从这样一个计划当中 能够得到的利益是多少 他们并没有明显地告诉我们 所以很多的问题 并没有是很完完全全地跟我们这个善意的回应 现在村民的意见都还是一样维持反对吗 还是维持反对 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计划还在执行中 还在执行中 所以 现在村民都已经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了吗 大概是一半啦 一半啊 不过还是反对 还是反对 红叶圈 李水泉 村长表示 当红叶圈被纳入瑞穗温泉都市特定区计划之后 红叶圈周边的土地已经开始流失了 红叶圈纳入到这个计划之后 外围的这些财团 或者是外地的 有没有进入到部落开始收购土地 目前的状况之前就已经有了 这个上级单位 强制地这样 一直要把我们列出都市计划 这样的一个动作 真的会影响到我们村民整个的生活面 跟财产 还有我们的文化的流失一定会的 所以我持着对这个计划 我还是持着怀疑的态度 很坦白 所以我还是坚持地反对 谢谢您 来来 客气客气 客气客气 如果这个都变成农医的话 红叶村纳入到瑞穗温泉特定区 它的范围在哪里 从红叶国小上来沿着山边 都是规划到特定区 尤其是我们这个红叶村 这个地方就有三个吸水的河流 这个全部都纳入他们的 温泉都市计划器里面的范围 哪一个部分会影响到村民的潜意 部落的潜意 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 我们部落土地一定会流失 目前现在我走侧这个地方的一个 类似三角形有弧度这个 因为财团知道是要 这个有水资源 所以几乎这个地方都已经沦落到财团 然后是我们原住民的人头在这个地方 它的低热水可以喷到100公尺左右 三米 对 它往上直喷 三个水麦器在这个地方挖井 那无限的就是供应给 瑞水温泉都市计划器的水 它需要的是我们的水麦跟低热水 所以说变成是我们红叶村有自来水 但是回馈金回给那个佐西乡 那个地方指的地方 那八林九林十一十二林是没有自来水供应 所以我们都用检验自来水 这个区域里面的主要温泉资源在哪里 我们红叶村酝酿的地热水非常的大 然后非常的丰沛 那再来说我们的水资源也非常的充足 他们现在拟定计划温泉 对水温泉拟定计划里面 他们可能就认为是说 没有水哪里有红叶有 地热水哪里有红叶有 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也曾建议在会议里面 一直表达说反对 我们把红叶村不要纳入你们瑞税的温泉计划里面 农医在哪里农二在哪里农三在哪里 我们现在所看的有部落有住宅期 那个叫规划文农医 所以说你附近的地只要有0.5公顷 你就可以配合开花 像是没有这个坐落 没有住宅期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实际上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甚至开花那个地方 那就要三公顷 三公顷的面积你就可以开发 农二在哪里 农二就是像这个没有住宅期 像这个地方就是要农二 像那个没有住宅期的那个田地 水田那个 那个也就叫农二 这个叫农三 在上面那边呢 那个也是 只要没有住宅期的就是农二 有住宅期的地方 它就规划为农医 我们这个农医农二农三的条件 这些都市计划里面对红叶村一点厉害 一点利益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 听得到这个计划 我们享受不到 当纳入都市计划之后 这个土地增值 我们这些小地主 怎么有钱去买隔壁的地 那以后最后最终的结果 就还是沦为财团来收购 古部主席强调 面对部落刚申请经费 要建纳古塔的第二公墓 在纳入都市计划之后 被规划为温泉专用区的农二 未来部落的第二公墓 又要面临停建的命运 到前面 这个整个都市的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财团已经收购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已经找紧成功 所以说他把它盖起来 是关起来的 被收购的土地就是 沿着这个马路下方 这个湖形 一直到这个看到的这个范围 沿着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这个都是被 似乎都已经卖给财团收购 这个铁栅门 熟起来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进去中油烫坎之后 结果挖到有地热水 那地热水非常的充沛 它可以碰到一百多公尺 所以说这些 有人就亏欺这个地方 就很多财团来收购这个地方 所以说他这两边 我们都不能进入变成私人的 所以说他用铁链锁住 这一块 这一个七块的土地 已经被财团买断了 是是是 但是目前里面还是原住民保留地 是挂人头 是是是是 这个地方 目前里面是已经 早井成功是有两三个井已经挖到地热水 所以它目前是封闭的 古副主席表示 这个看起来像三角形的土地 过去都是原住民使用的土地 中油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探勘 结果因为挖出向上直喷一百多公尺的地热水 不过这个区域也已经被财团买断 原住民只是土地的民意 县政府将这个区域规划为农山的保护区 这个是地热水 哦 它也挖到了 对 这个是开始是它的吗 对对 这个是就是财团收购这个地方 还是原住民的名字 保留地 这是挂人头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那个 对它也已经四挖 四挖成功 早井早井成功 也挖到地热水 所以它也是买了航管 哦 这个新开发的土地是谁的 是原住民的吗 是 然后这个小的铁坯屋里面又是什么 这个现在目前虽然是原住民保留地 但是实质上在使用这个地方是汉人 所以说它现在你现在看到这个铁坯屋里面 就是一种早井成功 它也挖到地热水 它这个目的很像也是 为了要都市计划之后要开发温泉区 所以说它把这个早井之后 它把它水量给它封闭 然后盖一个铁坯屋 我们也不能间接看 因为它都锁住的 这一块地是已经买断了 但是挂名是挂原住民的人头 是 这个就是地热水开凿成功 它用铁坯屋盖起来的地方 好几倍 二十几万拿下来就 好 这个就是灌溉水 然后供应到锐水箱的各部落企的农作物 是 九龄来的水灌注到 益注到我们这个水利 那个锐水 供应锐水的那个灌溉水 所以说造成我们的农田荒汇 因为水完全都益注到锐水箱去了 是 它的源头就是九龄的水 这个集水器是灌溉水 它这个灌溉水是完全供应锐水箱 对红叶村都没有什么利益 也没有给我们那个使用 完全是供应锐水箱的那个农作物灌溉 所以这个灌溉水根本跟部落的农田没有关系 没有 谱副主席表示 坐落在部落上方的蓄水池 是供应给锐碎香的农田座灌溉用水 造成红叶村民的农田任意荒废 他并且指出 蓄水池后方的一大笔土地 也已经沦为财团之首 这块地这个面积这么大的面积 原本也是我们原住民保留地 但是很多的小地主在这边耕种过 但是有某些的当地的有财力的 有财力者把它收购为一户 这块区域的土地是不是也被财团买断了 是是因为这块也是我们原住民我们耕种的 那个河川地我们申请之后 以前的当地原住民在使用 当地有一个满有财力的把它收购 所以这个也是被财团买去了 是是 吴明溪跟我们的红叶内溪供应这现在的自来水场 这是吴明溪 这两个水源就是供给瑞税香 甚至我们这村子里面的自来水 所以说它自来水的集水期就是在盖在这个地方 这个水源期是在盖在这个地方 它的水源头来源是一个吴明溪跟红叶溪下来 流到下来之后集水期集到这个地方 建设在我们红叶村的部落 但是这个自来水的回财金是回到卓西乡 完全对我们红叶村没有什么供应 80到12岭 这个这几岭都是完全用简易自来水自己迁你 为什么回财金回到卓西乡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说水源头是从红叶村 怎么回财金到卓西乡 他给我的答复是说在执政者的时候 他们在水利署签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执政者是把它说同意纳到卓西乡 是这样 那我说那如果去改善他们说 这个还是要用水利署立法院去修法 把这个权利给我们 你们九龄这个地方总共有多少部 然后你们有没有使用到自来水 没有自来水 三水 你们用的是什么水 主山上接过来的 就是三千水 所以没有使用到自来水 对 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吗 知道 那目前使用的是自来水还是三千水 我们使用三千水 为什么会使用三千水 就没有自来水好用啊 我们三千水还好是以下铺水会给我们补助做那个细水池 是 住户大概多少 十几户 十六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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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老村子嘛 OK 九龄这些十六七户都是使用三千水 对对 没有使用自来水 没有 谢谢你村长 红叶村 红叶村纳入到瑞西温浅特定期 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的意见当然是好啊 好的理由呢 好的理由的话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会比较方便 目前做事都不方便吗 对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们不是原住民 很多关卡 要申请什么都申请不下来 就这样子 这个地方是原住民保留地吗 嗯 没错 嗯 你公共怎么会拥有原住民保留地 嗯 我们这算成租的啦 对啊 成租之后就跟原住民买这块地了吗 没有买呢 那时候就没有买 没有买 到目前还是成租的 对 这个附近很多土地都是卖给会原住民 但是都挂原住民的人头 你的土地也是这样吗 我们没有啊 我们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啊 我们全部都用成租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阿公买段原住民土地之后 仍然挂原住民的名字 没有啊 我们没有买啊 没有买 从头到尾都成租比较多 对 对 因为你这个是原住民保留地 然后你要去建设 扩张 都会有种种的限制 对不对 对啊 没错 都不能建设啦 做什么都不行 对啊 这是你赞成红叶村纳入到瑞泄温检计划的理由 没错 纳入到瑞泄温检计划特定区 你的意见怎么样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是不同意的 这个是我们本村也对我们县政府这样子表态过 住的有说同意 有 有啊 像那个买人头啊 建过土地的啦 有 有啊 有这些人 有没有财团进到部落来买地 都是财团嘛 从业圈纳入到瑞泄温检计划特定区 部落的人有没有开始把 有没有外面的人开始买部落的土地 或者是部落里把土地卖掉 有听到传闻是有 有听到传闻有中间已经开始在做买卖性的动作 纳入瑞泄温泉区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以 就是原住民的当地的意见为主 你的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不同意纳入瑞泄温泉区 我觉得红叶温泉应该有它自己的主体性 我还是说离开 我做不错 你同意红叶村纳入到瑞泄温检设定区吗 基本上 如果能够符合这个红叶村的要求 我个人会赞成 如果是不能对他们民众的期待 这个相差太远 我会站在民意的立场 赞成反对 当我们这次的联署书里面 我们送了两次 第一次就443个人 都达到八成以上反对 第二次我们在联署书又更多 甚至到485个 五位出名都联署 他们越来越了解说都市计划 对我们红叶村的影响 如果一些开放尤其必要的话 也一定要跟民众做充分的沟通 起的共识以后再来推动 才不会造成这个民燕 谱部主席表示 部落村民坚决反对红叶村 纳入瑞穗温泉都市计划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个计划 对部落永续发展没有任何利益 承办单位主要还是锁定部落 主要的温泉水源区 供应给瑞穗温泉 如同设置在部落的自来水 回馈金是回馈给灼溪香 设置在部落的灌溉蓄水池 却是提供给瑞穗香的农田使用 未来红叶村纳入都市计划范围之后 村民早已经预见 部落主要的温泉水源区 将来提供给瑞穗温泉专用区 下温泉水煮得后 下温泉水煮得更 çare